依旋谷大盘总结,股指探地回升手注2800点,股指微幅低开,震荡下跌,截止收盘,股指跌0.61%,创业板只跌0.1%,两市47家股票涨停,33家股票跌停,边缘计算,太白粉,无可三大板块领涨,清海,银行,汽车整车三大板块领跌, 一选股明日展望,当下阶段不踩雷比较重要,盘面上看,中型通讯公告,确认美国商务部解除对公司的禁令,中型通讯,A股涨停,H股暴涨,无可百块大涨,沃特股份,纵横通信,美格智能,易华股份,创意信息等多股涨停,我国首条登级负乐锡生产线投产,负乐锡概念连续大涨, 通产力行三连板,以力大涨停,军工板块大涨,得威仙才涨停,耐维科技一度风法,技术上看,护制受二十日线压制,跌0.61%,预计明天会继续缩量调整,创始比护制强势,仅跌0.1%,预计明天还会缩量调整,预计坚中先跌后涨, 建议中先持有七成仓位,综合来看,固执全天为止低位债负振当态势,银行,周期等权重板块,拖累股指走弱, 但伍克,集成电路等机材股表现活跃,纵横通信等多支伍克概念股涨停,整体市场观望情绪较强,板块持续性偏弱,其实达的消息面是偏暖的, 不过也继续靠期,个股雷比较多,当下阶段不踩雷比较重要,一选股,我如何用一选股APP确定买卖10点, 不管什么逻辑,总要对应落实到K线,所以买卖前10秒,请打开一选股,看看K线想告诉你的答案, 机构票依然主导市场,主力追踪就是跟踪市场一类强势机构资金,所以在这样的市场很占优势, 主力追踪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